Hello 我是Fanny 今天帶大家來看看如何做PDI 我身處的地方是Downtown 357King幫我一個客人做一個收樓之前的驗樓 叫做Pre-Delivery Inspection 你可以看到這個單位是很帥的 其實是幾年前買的 已經4至5年前了 現在收樓前的驗樓 所以剛才有個女生跟我一起做驗樓 他就會介紹一下家屋有什麼負擔 如果你要做的話 其實在未收樓前他會做好給你的 若然還未做好 其實有30天你可以填一張行樓去Therion 他會繼續幫你Follow-up 還有一個叫做一年一月的行樓 你可以填的 你做PDI驗樓其實要做些什麼 講一講給你聽 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地板 地板是否真的全部是穩穩陣陣 沒有動來動去 所以你根本上要看一次 全部地板是否做得好 第二就是廚房 你會檢查所有東西 比如電器主要是檢查是否可行 就是要打開去看 比如微波爐 剛才我們都做過了 比如這次 這些就最容易了 比如你轉去做High 你看到它是否出了一個紅色的空 你其實感覺到 首先要檢查那個應用 全部檢查完便可以了 而且我們通常會摸一摸桌面 這邊 這個PDI驗樓做得不錯 你會看到其實是OK 因為我試過做很多驗樓 摸完是凹凸 它那個Cross-Counter是不平的 你又試一試看 它是一個不錯的大星 你試一試看有沒有熱水 水壓如何 有沒有塞水後 試過塞的一下 另外它的燈是否亮了 在交給你的時候 而且雪櫃冷不冷 洗碗碟機 比如這個洗碗碟機 就試過來的 所以它拔掉 它是你看到有水漬 它試過的 另外就是這個 雪櫃 是否冷 是否平平 其實這個主要是 除房去做這些事情 拉一下櫃桶 它是一個Soft Closing 是否拉得順 裡面是否漏水 我們通常會蹲下 看看是否漏水 如果有些什麼 你可以叫它做給你的 這個Condos 你看到Tracklight 還有Windows做些什麼 它的窗簾 因為這次是跟Builder出的窗簾 我們出回去 我們發現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這次開的窗 這個我們就看到 原點剛剛貼下去 就是因為它刪得不太順 很大力才刪到 我就不太滿意這裡 所以我們就叫Builder 是做一個 令到它可以令到我 不用刪得那麼辛苦 這個mechanism通常 窗門就要檢查清楚一點 另外 你就看看其他會不會 油油得不好 試過很肉酸 這間的窗簾都做得不錯 它觸動 全部都不用做 因為檢查完 例如這個 Glass door 是否是Smooth 你可以慢慢看 這個Builder不差 試過有些是半間屋都未完成 所以回到這邊看看 我們看看Switch 另外有一件事 過來看看 這個洗手間 你會看到它可以的 剛才我們檢查過 但抽氣線是否可以 有20、40、60 是否在動 聽到有聲音 這個抽氣線 還有就是Fudge Washroom 你看到它所有邊位做得不錯 另外 你會看到 我們可能有些 好像這個 我就不喜歡 它那個水喉位和牆 做得很差 剛才我就要求 一定撿回給它 patch up 這個單位本身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其實就要上來做一個驗流 這個全部都會放在pdi的report 這次很開心 就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關於收樓pdi應該要注意些什麼 我們下次就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買樓花整個流程是怎樣 下次見